在2019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 平凡职业造就有世界最强 这部在开播之前就被观众期待万分的青小说终于要动画化了 和西学鬼小妹妹的《异世界之旅》怎么想都觉得很钻 不过在开播之后 这部动画则是被观众几乎都快喷出响了 有些观众更是调侃 能动就好 能动就好 那么这部动画究竟讲了什么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男主男女士进入《异世界》的契机很特别 因为他是被《异世界》的人从日本召唤来的 同班同学也是被选中的人 每一个降临《异世界》的人得为获得特殊能力 甚至有人直接获得了勇者称号 但是是却获得了这个世界最废物的职业 点成师 之所以会让日本人类来到《异世界》 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人类和魔人的战力被打破了 魔人学会掌控魔物 人类战力已经无法和对方保持对等 传送来的人被安排到奥尔库斯大迷宫进行训练 但是这里充斥着未知的危险 在出发之前使得同学白旗相知很担心他的危险 但是在一伙人进入迷宫之后 他们所有人都遇到了不可对抗的力量 本来一群人在20层训练还有任有余 但是因为一个男生在看到相识喜欢一块漂亮矿石后 便斗胆伸手去采栽 殊不知这是迷宫陷阱 他们所有人都被传送到了65层 这里的魔物没有一个人是他们的对手 唯有撤退才是最好的办法 使得燕尘魔法可以造出凸气的石块 这可以给队友争取到很宝贵的逃跑时间 而逃跑的办法很简单 只要通过背后的路就可以回到原来的20层 就在十月准备撤退的时候 本应该打在魔物身上的攻击 却突然朝他飞来 就这样 是落入了更深的迷宫 这里的魔物哪怕是体型极小的 都是他不可抗拒的 在求生时 左手还被一只魔物给弄断掉 本能的求生欲望变得更加强大 他不记得他究竟是怎样逃走的 只知道醒来后 发现身体的损伤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看到头顶上那块矿石滴落了液体 他想起了以前在书籍上看过 这是魔力被结晶化而形成的传说级矿石 那些液体被称为神水 可以快速治愈以及恢复魔力 想到自己被同班同学出卖 还莫名其妙地被拉到一世界 他想回家 可是现在的他又渴又饿 这里不是数据世界 所有人还是得照样吃饭喝水 想要回家的念头 坚定了他要活下去的想法 于是他通过制造陷阱对魔物进行捕杀 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 结果使得身体因此出现了变异 乌黑的头发瞬间变白 等级也得到了提升 民工中的矿石都是特别稀有 所以使将这些矿石练成了手枪 虽然失败了上千次 通过猎杀魔物获得的技能 强化手中的子弹 他竟只用一次攻击 就打败了之前不可抗拒的魔物 由于使被队友攻击 导致迷失方向 所以他只能一直往前走 强化自身 然后试图寻找出口 好不容易看到了一扇门 却有两只强大的魔物看守 可现在的事已经变得格外强大 一次攻击没有奏效 那么就多来几次 在成功打开大门后 这里不是出口 而是一个房间 里面有一位吸血鬼少女 被封印着 少女是善良之人 但最后被家臣背叛 在这里已经被封印了三百年 由于有着相同经历 始终还是将他给救了出来 至此 少女被使命名为月 可是这间房间还有一只魔物看守 起初两人合力都奈何不咬他 但最后是很聪明 有个部位 不管是什么种族 都是致命落点 所以在使开枪后 这场战斗就已经分出了胜负 只有两人继续一起在迷宫前进 月也不知道迷宫出口在哪里 但是两人没有回头 最终来到第一百层的迷宫 里面有一只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大蛇 它只有六个头 这只大蛇几乎涵盖了所有迷宫怪物的特征 有超速自愈 有机强的破坏力 更有着可以恐惧敌人制造幻境的能力 月就被其中一个蛇头蛊惑 看到了是抛弃自己的画面 那种无力感 又一次涌上心头 好在关键时刻 被使给救了下来 使告诉他 我保护月 月保护我 这样我们就是最强的 扫荡一切 超越全世界 于是两个自称是最强的人开始配合 总算通过刚炼成的狙击枪毁掉了五个蛇头 但最后一个蛇头却没想到 格外的强大 月甚至被他打倒在地 而在看到自己伙伴受伤后 是 又一直爆发出了超越自我的能力 从而领悟了快速移动的精髓 通过超高速的移动 他利用迷宫地形将大蛇给困住 最后将其封印 两人战胜大蛇后 就彻底晕了过去 而之前一起来迷宫训练的伙伴 基本都逃生成功 可是望国却又一次命令 他们要继续去训练 绝对没有死 而时也在昏迷后和月 出现在了一处未知的房间 史之所以会变得如此强大 一切都是因为神水的原因 因为魔物的肉一般含有剧毒 人类根本无法使用 可是因为神水的原因可以中和这些剧毒 这样一来魔物的肉就成了大步 那个时候时正好处于痛苦的心灵折磨中 身体改造的痛苦好像就被忽略了很多 从而如今可以不用涌畅就释放魔法 醒来后的两年开始调查周边的环境 发现自己休息的这栋宰子都被魔法阵封锁 可随后他们在这里见到了迷宫的主人 奥尔库斯 脚下的魔法阵瞬间困住了石 一堆记忆强行涌入 紧接着 奥尔库斯的力量竟然富裕在了史的身上 他获得了神代魔法之一的生辰魔法 这是可以改变矿物的特殊能力 之此石断掉的右手有了一只 而在这个异世界有七大迷宫 只要攻略掉迷宫 就会获得迷宫主人的神代魔法 在这里继续修行了两个月后 史的实力达到了瓶颈 魔物的肉已经不再对他进行改造 两人通过团纵阵终于回到了地面 结果就突然遇到了一个带球的射文梁西亚 身后还有一只狠丑的双头龙在追着他 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个活人 他尼玛抓着死球救 本来不想打地 奥尔这个畜生还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两枪就解决掉了这个畜生 在见到史的能力后 西亚就开始赖比起来 死产烂打要死去救救他的主人 而即使他早就通过自己的魔法 未来是看到了未来 遇到史也不是巧合 一切都是计划之中 本来史绝对不会去帮助西亚 他再也不会去相信别人 他只想回家 可是在得知西亚的族人被困在树海 而树海就有他要寻找的迷宫之一作为代驾 西亚会给他们带路 而对西亚族人造成威胁的魔物对史来说 根本啥都不是 结局危机之后 西亚就带他们来到迷宫路口 可是这个迷宫却无法开启 史认为看到迷宫开启的顺序也有讲究 所以他们只能先去下一个迷宫 可是西亚就吵着要跟他们一起前进 就此二人形就变成了三人形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新的一个迷宫 但是这个迷宫的boss却是一个傀儡 全身由特殊矿石打造 三人合力才勉强打败了这个傀儡 而真正的迷宫主人则是一个外形很奇特的表情包 他给予使的神代魔法是重力 但是得到力量的使却不满足 认为这些主人肯定还有什么宝物啊神器啊 他们这番无理的举动直接被他用大水给赶了出去 而逆水的西亚还被使做了人工呼吸 这个驱动浪月很是吃醋 虽然之前自己也被使勤过 但正宫之名必须保住 所以他强烈要求今晚要跟使住在同一间坊间 而西亚则不同意 还打算以身相许来报答使 后来他们找到了工会合作 毕竟三个人的力量在强大都是有限的 使只需要替工会找到一个太子爷威尔 他们就会在日后全力帮助使 结果这次行动使却遇到了之前的老师 老师也通过声音认出了使 而因为态度不是很乐情而被旁边的骑士看不惯 使觉只用一枪就打败了他 使得转变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而因为实在这些时间和民工主人的接触 了解到了线路金的战争一直都是被神操控着 而民工主人其实都是想要阻止战争的解放者 但是最后却被扣上了反叛者的头衔 想要试神就得获得所有神代魔法 使其实已经不想跟老师他们扯上关系 但没想到老师还是催了上来 无奈的是只能制造出一辆汽车 带着所有人去寻找威尔 通过右眼改装的摩执眼 可以收集到无人机的视角 最终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威尔 但是威尔带领队伍都死光了 他很崩溃 可在史看哪一多个伙伴死的 那么更需要继承伙伴的一致而活下去 这个时候黑色巨龙突然出现 他袭击了死 不过在使三人合力攻击下 以及统计了某一个部位后 这条巨龙伴随着一声交转而倒地不起 他并没有死 而他之所以会袭击众人 是因为被一个黑暴人控制而失去自我意识 黑暴人更是集结了魔物大军准备进攻小镇 史不打算杀死巨龙 于是将棍子拔出来后又一次伴随着脚串 巨龙竟变成了一位身杂火辣的女孩 他名叫提奥 是龙人族最强的龙人 现在一伙的任务变成了去守护小镇 本来史还是拒绝的 天下苍生跟他无关 但是禁不住老师的恳求 还是留了下来 而最终抵抗魔物的关键还是史他们三人外加提奥 但是魔物实在太多了 所以史冲巨龙的魔物大军找到最鬼祸首黑袍人 结果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竟然是自己的同学 他召集魔物只想让世人看到他的厉害 而且及以他召集魔物能力的人还要求他杀死老师 所以在所有人没有反应过来时 老师就变成了同学的人质 魔物黑手看到这一刻后 直接打算将同学老师一起解决 不过 老师却被反应迅速的西娅给救了 手上的同学倒在地上 老师肯求是救救他 可是同学那一点不知悔悉的表情 以及依旧小张跋扈的态度 让史最终开疆杀了他 他做这一切是不想让老师愧疚 因为麻烦是因为老师而引起的 现在是用手变成自己就比较好办了 生魔性太强的老师对谁都是宽农 经过这次行动 三人型就变成了四人型 而很快四人型就变成了五人型 并且就做出来的人还是一个小女孩 她是史从人贩子手中救出来的 在安全后 他毫不客气的直接叫了史医生爸爸 而五人型很快就又变成了六人型 因为最早提到的湘芝也加入了他们 具体原因是因为湘芝前往之前的迷宫 想要寻找史实 结果却遇到了奇遇同学 找起魔物力量的魔人 像是小队正面和他展开对决 可是双方实际差距悬殊 眼看最关键的时刻 还是史感到救下的他们 经历过那么多场战斗 史跟月还有西娅的配合 已经特别默契了 魔人最终被打败 但是魔人背后还有帮手 面对魔人的威胁 史根本不为所动 哪怕魔人也是人 但阻碍了史的人他都会杀死 而在一次见到湘芝后 史的冷酷中有了变化 那里羞涩还是会出现在脸上 导致月特别吃醋 所有人中只有提要在看戏 虽然此时的他还没有爱上史 不过被攻略 估计也是迟早的事情 所有人或就准备回去的时候 强制鼓起勇气 更是告白 但是史却拒绝了 因为现在的他有了月 不过月只同意相知加入他们 因为他想告诉相知 不管什么手段都不可能有用 他才是正宫 最古青梅竹马不可能提过 天讲白给 但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呢 说不定最后提要 才是最大赢家也有可能 而这些答案只有等待第二季的播出 或者去看原作 其实平址的评分真的是暴跌 在第四集也就越到大蛇出现的时候 那犹如90年代的3D特效实在很调戏 加上那魔争的BGM 一度成为霸权难翻 虽然现在评分稍微回乱 但还是无法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 但我就不同 我承认他确实很多槽点 但就冲一点来看 我就特别喜欢 最终是母亲的人 除了老师还有自我相知团队的队长 他们都想史可以手下留情 但是史却一点都不托尼待遂 直接杀死 甚至被队长说不能道 但没经历过死亡和背叛的他们 根本就不懂 而且头发变白 给了我小秦末的即逝感 虽然讲者完全完全没有任何关联性 但就是有一种倾斜感 至于说他不推荐去看原片 只能说还行吧 如果不是带着太大的期望 估计应该还是能够接受的 毕竟平址在清少说时代就很火 后面出的漫画 也是又一次增加乐度 但动画的制作确实有些崩坏 所以如果没有太大的期待 估计混个6分 应该还是可以的 回照各位观众对男主遇到的几个少女最喜欢哪个 少年最喜欢提奥了 但毕竟我已经成年 如果要给这个问题回答满分 那么就是 我全都要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可爱的九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解说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